受到东北近风的影响 天气逐渐变冷 在台湾南部也明显感受到了 因此有不少餐厅 看准这一波商机 推出了暖乎乎的暖身锅物 有业者就下重本 推出了乌骨鸡涮上锅 还有餐厅端出了 无菜单砂锅料理 来吸引涛客目光 天气逐渐变冷 不少人都会和三五好友 相约吃锅去 业者也看准这波商机 推出不一样的暖身锅物 砂锅在火炉上加热 再放入虾米香菇来爆香 等到这只作像 再加入新鲜食材来熬煮 经过老板的巧手烹调后 这一锅土托鱼包就能轻松上桌 天气好像变得比较凉 所以我觉得这种砂锅系列 如果一个人吃我觉得蛮刚好 他用这样子砂锅 你吃到吃完的时候 它也是热热的 吃完就比较舒服 打开砂锅满满的蔬菜 搭配大块的土托鱼 吃下一口不但能满足味脸 还能暖胃 不但有古早味砂锅包外 业者还会不定期推出限定锅物 除了古早味砂锅包外 还有业者不惜成本 选用乌骨鸡来制作火锅汤底 麻油的香气加上鲜甜的汤头 让不少滔客一口接一口 以前我们在吃热烤鸡 都是一大锅一大锅 我现在把它个人化 或者用黑鸡鸡 用成真的麻油下去 慢大火炒出来 把那个香味炒炒出来 随着天气的变化 国务不断推陈出新 吸引韬客目光外 国务战也宣告正式开打 记得另外一位小剧 高速报道